学物理 找老杜 同学们 我们这样开始将学习力学了 那我们都知道 力学它是初中物理里面最重要的 也是最难的一个板块 同时呢 它是最有趣的一个板块 学好力学重在理解 一定要理解 那杜老师用两种手段 让你去理解力学的概念 第一 全程实验教学 今天的课外兴趣班 杜老师也会安排大量的实验 首先让你感兴趣 其次呢 理解力学概念 要做一定量的题目 那杜老师所有的力学课程里面 除了课堂力题之外 还有十道在线测试题 另外呢 每一讲还配有一道 课后作业题 都是带有答案和解析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力学之旅了 你生活中 你听说过力这个词吗 当然真的 肯定听过 是不是啊 来举一两个力呢 我说推车推力 推车推力是不是啊 那拉车就是什么力啊 拉力 拉力是不是啊 还有压东西的压力 还有压力是不是啊 还有呢 还有给力 给力 老度物力很给力 老度物力很给力是不是啊 对 原来你把老度物力很给力的力 也想成是个力的是不是啊 那我现在开始怀疑你 刚才说那个压力了 那你是不是认为 杜老师刚才说了 这力学很难 你有压力了吗 有思想压力了吗 没有 思想压力是一种力 给力是一种力是不是啊 拉力也是一种力 推力也是一种力是不是啊 但是你那里面有那么几个力 跟我们学的力不是一回事啊 比如说思想压力 比如说给力啊 来咱们看看几幅图片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推力是不是啊 这个呢 人把自行车那个座椅给压 弹簧给压 要变形了 压力是不是啊 然后呢 提力也是一种是不是 托拉机拉力 像这种推拉提压 这过程中都会产生力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物理教材 我们的物理学科的力 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人 推车 有推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 提 提向就提这样的一个作用 压弹簧有压这么一个作用 拉有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啊 你看杜老师反复在说一个词 什么 作用是不是啊 推拉提压 它是一种作用是不是啊 我们的物理学科就对这个作用 它其实就是一个力 就是物体对物体的一个作用 物体对物体的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是物体型的 物质型的 就是有推拉提压 其实除了推拉提压 还有一个 就是你生活中 你见过的磁铁嘛 锡铁石是不是啊 它可以把体块怎么样 吸过来 是不是啊 这个吸引 也是一种作用 但是磁铁除了吸引 还有干嘛 还有个排斥 还有个排斥是不是啊 那排斥 也是一种作用 是我们物理学中的这种作用 但是你说 早上升国旗的时候 我听完国歌 听完以后 这家伙精神振奋 那也是一种作用 是不是啊 那作用跟咱这作用一样吗 不一样 那是精神层面的 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呢 物理层面的 都是物质性的 物体性的 好像这种推拉提压 排斥 系 都是用物体间的一种相互作用 这种作用就叫做力 作用就叫做力 所以我们力的概念就是 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有的教材也叫做 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是不是一意思啊 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就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这个作用 其实它就是一个力 就是力 力呢 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物理量 我们需要一个字母来表示它 是不是啊 这是力专属的 F表示力 当然我们将来还会学阻力 阻力 我们会用这个字母表示 我们将来还要学重力 这个这么表示 重力 这个这么表示 但一般情况下 什么推力 拉力 提力 压力 都是用这个F表示 但你说那个给力 不是这么表示的 给力它应该是一种精神层面的 是不是啊 或者是说你一种想象层面的 还有什么思想压力 那都是精神层面的 是不是啊 那不是 不是我们研究的力 在国际单位之中呢 力的单位是著名的 那牛人叫什么 听说过吧 牛顿 简称 牛 用这个N表示 那一牛是多大呢 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因为我们考试会考 一牛就是用一手 拖着两个小鸡蛋 鸡蛋看过 是不是啊 天天吃呢 用手拖着两个小鸡蛋 用的力 就大约是一牛 注意是大约 还有呢 一包方便面放在手中静止的时候 对手的压力也是一牛 那你手拖着它的力也是多少 一牛 是不是啊 那就一包方便面跟两个小鸡蛋差不多重 对吧 差不多重 一名普通中学生站在地面上 对地面的压力大约是500牛 但我们说的是个普通的中学生 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中学生不普通 是不是啊 现在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 这个长得比较快 是不是啊 那就可能比500牛大一点对吧 大约是500牛 这个你的有一个印象啊 因为中考 中考的选择地的前几题里面 经常会考一些你的一些生活常识 比如问你说 一牛大约是多少 然后一个同学选一头牛 天闹是不是 天闹 这一牛可不是一头牛 一牛用力多少啊 两鸡蛋是不是啊 你可千万别认为一牛是一头牛啊 当然你记住这些东西以后 像那种奇末小题 风起来就漏来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知道你的概念了啊 符号和一牛大约是多少了 这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就是什么 就是推拉提押 排斥吸引是不是啊 那你说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 它一定要接触吗 举个例子 就刚才您说的 对 你要注意到 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 不一定非要相互接触 比如说磁铁去吸引那个铁块 是不是啊 还有你听过著名的那个故事 牛顿站在树下面 坐在树下面 被苹果打个脑袋 那苹果是被地球吸下来的 那地球吸引的苹果有接触吗 没有 没有是不是啊 所以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 不一定相互接触 那我反而再问你 相互接触的两个物体 一定相互作用吗 你比如说这支笔 跟这支笔是不是啊 碰到一块了 它们一定有利吗 这不一定 如果你们俩仅仅是碰到一块 没有相互挤压 也是没有利的 是不是 也是没有利的 所以这地方的概念要注意 所以说就简单的这一句话 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我们需要花 杜老师需要花好多工夫 带你去理解它 来 下面帮你去理解 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首先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你看这物体两个字 说明利能不能脱离物体 存在 不能 不能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你说的给力 你说的思想压力 还有你那个想象力 它有物体吗 没有 没有是不是啊 没有 所以没有物体就没有利 你说那个给力 它没有利 不是一种利 这种间的 物体间的 这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物体行不行 一个物体能产生力吗 你一个物体你跟谁作用啊 是不是 必须有两个物体才行 你对着真空灰犬 你跟谁作用 但是我现在这么灰犬出去的话 周边有谁啊 空气那时候杜老师跟空气这样相互作用呢 是不是 但作用很微弱 感觉不到什么 是不是 但你速度特别快的话 能感觉到有拉分 是不是 但如果你真正在真空里面的话 你这灰犬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给你作用 是不是 是不会产生力的 所以一个物体不能产生力 记住这句话 下面有道题目待会 还有是相互的 你比如做老师来打一下黑板 我打黑板的时候 我手跟黑板相互作用了 那我打黑板的时候 黑板被我打个坑出来 但我手会怎么样 手会疼 是不是 那说明我打黑板的过程中 黑板干嘛了 别打我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我给黑板一个作用力 黑板马上就反过来 给我一个什么 反作用力 那既然是产生力 必须是两个物体 是不是 其中一个物体 我们把它叫势力物体 比如说我打黑板 我打黑板这句话里面 那我就应该是什么 势力物体 是不是 那黑板就是什么 受力物体 是不是 可是我打黑板的同时 黑板又干嘛了 打我 打我了 是不是 那说现在让你去分析 黑板打我的过程中 那势力物体就是谁了 黑板 就是黑板了 是不是 那我就悲催的变成什么 受力物体了 是不是 那你看我一回是势力物体 一回又是什么 受力物体 这不是一回一回 应该这么说 如果一个物体是势力物体的话 那它一定也是什么 一定也是受力物体 因为我打黑板了 黑板一定要怎么干嘛 打我 所以一个物体是势力物体的话 它一定是什么 受力物体 还有 只要有力 一定会产生 因为有作用 是不是 力一定会产生作用的 一定会产生作用的 不论有多微小 今天杜老师就会有实验 让你去看看力 能够产生微小的这种 作用效果 大家要有实验 大家等实验 我现在这么 已经花了几分钟 给你解释这个了 但实际上还不行 你理解的还不到位 你根本就不知道 力学有多么的博大精神 来 下面通过几个思考题 继续帮你去理解力的概念 力的概念是什么来着 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或者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是不是 看一个思考题 下图 这大哥干嘛 踢两头猪是不是 这大哥呢 踢个大石头 这大石头这个 大亚铃是不是 大亚铃 这可以看这两哥们 力气很大 是不是 那都来问一个问题 他们俩能把自己抱起来吗 也觉得他们不服气 这太容易 老师你看我抱我自己 能把自己抱起来吗 谁都不能把自己抱起来 不信你 现在就试试 来 别关电脑了 就站在试试 这肯定不行 是不是 这肯定不行 做了 你别抱了 你别抱了 我让我们同学试试的 这肯定抱不起 有什么不服气 老师你看都跳起来了 你要跳起来 那是你去脚 去蹬这个地了 是不是 然后地反过来怎么样 向上蹬你了 是不是 那是地 把你蹬起来的 或者是地把你抱起来的 不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抱起来的 知道吗 所以自己 永远不可能 把自己抱起来的 因为你自己 现在是一个物体 是不是 因为杜老师 刚才在帮你解释 力是物体 对物体的作用 一个物体 能不能产生力 不能 所以结论是 他肯定不能 把自己抱起来 是不是 一个物体怎么样 一下笔记 杜老师的课 都是有笔记的 不能光听偷懒 一个物体怎么样 不能产生力 因为这个时候 我是把整个人 看成了一个物体 是不是 大家看老师 你看着 我记得课 我记得课讲得好 我给你鼓掌 但是鼓掌的过程 产生力了吧 那你不是一个物体吗 你错 我跟你说 如果你说这时候鼓掌 你是把你两个手 看成什么 两个 对 这是两个物体 这是两个物体 就不能把整个人 再看成一个整体了 是不是 好了 咱们要注意这种区分 力学博大今生 这倒生着呢 咱慢慢地悟 慢慢地悟 好了 这个思考 其实告诉大家 一个物体不能产生力 我们所有人都不能 把自己给抱起来 是不是 好了 杜老师 下面这个实验 还是帮你去理解 你的概念 来 看一下实验 好 那么欢迎来到 老术物理实验时间 下面这个实验呢 给你试一下 将来的作用力 你看我身旁这支气球 如果一松手的话 那这个气球肯定是向上飞出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向下 吹空气 空气肯定反对 用于向上飞它 来 我们见见一下 好 好 好 刚才呢 我们见证了 神S号飞船 升奸了 但下面这个实验呢 杜老师 改变了 下面那个气球下面 挂了一个小丸子 好 高手 你说我再松手 它还能再升空吗 耐力的作用 还是加速的吗 好 我们先看实验现象 然后再思考其中的 物理道理 看杜老师要松手了 好 好 实验回来 实验多少 做了两个实验 是不是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气球吹起来 下面不记这个小拦呢 是不是 你看一松手 气球怎么样 撑 飞上去了 是不是 原因很简单 因为气球里面的气吹出来 以后向下推什么 气球里面的气出来 是不是向下推空气 那是不是 现在气球给空气一个作用 可是力的作用是什么 相互的 相互的 是不是 那你要向下推空气 空气肯定反过来干嘛 向上推 向上推你 是不是 现在气球怎么样 刚火箭似的飞起来了 是不是 火箭升空 就是这道理 对吧 好 那气球升空是靠空气给它一个反作用把它推起来的 是不是 可是杜老师现在把气球下面挂个小拦呢 它就飞不起来了 那这什么原因呢 我现在气球这出来的气推不到外面的空气了 是不是 我现在向下推的是谁 叫篮子 是不是 那你气球现在想往上走 你是不是不得把篮子给拉上去 但是篮子干嘛 是不是向下拉你 是不是 这是不是又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你要向上拉我篮子 我篮子向下干嘛 拉你气球 是不是 所以你要这样的一个向上来 一个向下来就上不去了 是不是 所以一个整体你就不受力了 但关于整体受力分析法 咱们将来再说 只好这两个小声音告诉大家 力的作用是干嘛的 相互的 杜老师就想帮你理解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当然这两种相互方式不一样 是不是 相互方式不一样 那个是它跟空气之间 这是它跟篮子之间 是不是 都帮助你理解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好了 这还是帮你理解力的概念 是不是 咱们来走 看看 那我们既然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看看 这个力 是失力物体跟受力物体 力就是一呀 还一呀 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 是不是 一眼 还一眼 你敢瞪我我就瞪你 是不是 那就这样 也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你看刚才那个 气球也没上去 篮子也没下篮 是不是 相当于气球向上拉篮子的力 跟篮子向下拉气球的力 这大小的什么关系 对 这大小的相当 所以相互作用力的性质 你写一下同志们 你写一下 就是相互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有时候也叫相互作用力 它们俩是大小相等 第二 你看气球是向哪拉篮子 那篮子向哪拉气球 那这两个力的方向什么关系 相反 虽然是咱们现在没学力的方向之类 但能明白是不是 能明白 你就有那么的感觉 因为咱们初学力 方向相反 大家关于力的性质相同 这咱们将来会继续讲 什么叫吸力的性质 别着急 方向相反 你说这两个力 就是 它拉篮子的力 跟篮子拉它的力 这两个力 是不是应该在一条直线上 这两个力应该是在一条直线上 这个咱们将来会继续研究 两个力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也不是 这应该是三是不是 这是四 从中这样记下笔记记一下 虽然这个今天不细讲的相互作用力 因为我们讲平衡力的时候 还要继续讲相互作用力 但今天有一个初步印象 还有 这个 等一下 气球拉篮子的力 受到力的物体应该是谁 篮子 篮子是不是 篮子拉气球的力 受力物体应该是谁 那气球被拉了是不是 你看两次的受力物体 是一个还是两个 两个 两个是不是 所以它们俩是两个不同的受力物体 两个不同的受力物体 好了 杜老师现在跟大家初步地建立 相互作用力 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性质 有这四个 我们下来讲平衡力的时候 还要再重新讲一下 相互作用力和平衡力的区别 是全国所有地区 最喜欢考的一个考点 相互作用力和平衡力的区别 关于这些 你看 改大小相当 方向相反 作用在对方身上 对吧 这都分析了是不是 性质相同 性质相同 我们高中才能讲 你得知道这回事就行了 弹力的反作用力 永远是弹力 引力的反作用力 也是引力 摩擦力的反作用力 也是摩擦力 这个咱们了解就可以 你不可能摩擦力的反作用力 变成重力的 这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但是说的有点远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摩擦力 是不是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重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学习 就是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 好 这个完了 再思考提醒 翻船 你知道什么叫翻船吗 有翻的船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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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翻是干嘛的 就是靠风吹 它提供什么 提供动力 是不是 古代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没有发明蒸汽机的时候 对吧 那你要航行 只能靠谁 靠风吹 是不是 然后调整着 翻的角度去 获得不同方向的力 是不是 好了 但是今天呢 海上没有一点风 被催了是不是 对吧 但是为了点船动起来 想到了船上 还有一个强烈的吹风机 这个 强烈的是不是 强烈派的 于是你用强烈的吹风机 对着翻吹 你问老师哪里的电呢 你别管了 有电 有电 你觉得情况发生什么 这船能跑起来吗 用心说 能还是不能 知道 到底是不知道 还是不能 还是能 你看这一吹 翻不就鼓起来了吗 强烈吹 那在强烈当中 那我这是一吹 那应该能 也能是吧 注意你现在在海上面 是不是 你说这个电风扇 这搁哪 你不能搁水上吗 不能吧 搁空中飘着 这也不能 是不是 这个电风扇肯定搁哪 搁船上面 是不是 好 电风扇搁船上面 然后去吹这个 翻 是不是 好了 那你电风扇 向前去吹翻的话 那这翻会不会 过来吹电风扇的 会 是不是 那你觉得这还能走吗 会 你觉得走不走不 你看这图包 刚刚我给你画一个 假如这是船 是不是 这是船 不对 船不带古路 假设有吧 假设那船 是不是 全面有翻 后面有个什么 电风扇 吹风扇是不是 好了 你靠着空气怎么样 你吹着空气过来 吹着翻 是不是 但你别忘了 你牙还牙 是不是 那你这个空气 要是向前去推这个翻 那空气反过来会怎么样 因为你吹风气 就把空气给往前吹了 是不是 你要吹风气 你要向前推空气 那这空气会干嘛 推风气 是不是向后推吹风气 那你现在如果把这吹风气 看成是船的一个整体的话 那说明船现在受到向前的吹力 又受到向后的吹力 是不是 还能动起来吗 不能 就不能动起来 如果你要不理解的话 我刚才的实验失败了 那个气球向上拉篮子 篮子干嘛 是我向下拉 是我向下拉气球 你这是不是一个道理 你就把这个谁 它当成那个气球 是不是 这船当成谁 篮子 是不是 那你气球 你去 你去推它 它还反而推你 是不是 所以不会走 不信这样 不信现在你干嘛 你在家里面 在家地板上面 你放一个小车 是不是 你人站到小车里面 就推着小车试试 看能不能把小车给推走 如果你家里面小车这样 那你今天晚上到超市去 我们超市都推购物车 是不是 购物车很好推 一推就跑 是不是 这样 你把这个车放地上面 你人跑篮子里面坐着 你就推试试去 车能走吗 走不起来 走不起来 你给篮子向前的推力的时候 篮子会干嘛 跟你向后的推力 是不是 对吧 跟你向后的推力 如果把你和篮子 看成一个整体 那你们就力气抵掉了 是不是 对 力气抵掉了 因为你是篮子的一部分 你站在篮子上 对吧 所以这依然是告诉大家 力气最后是什么 向后的 向后的 那你要推篮子的话 你要想上车走的话 你下来推就行了 是不是 下来推就行了 好 好 那这应该是会发生什么 船不会动 这大家能明白吧 船不会动的 那再问你 那你应该怎样 吹能让船动起来呢 那你把吹风机拿下来 哪里割拿呀 上来的时候鱼扛着 你也不靠谱 是不是 我看谁能先想出来 谁能想出来 我还把这吹风机 放船上面 但是 你别对着翻吹 好 我说我讲讲 您再让你说 让你表现一下 对着空气吹了 对了 就是这样 这不船 是不是 这前面翻 是不是 这不电风扇 是不是 你别忘了这吹 往哪吹 你忘了这吹 你忘了这吹 你忘了吹谁了 吹空气 吹空气了是不是 那边后面的空气会干嘛 然后吹 吹 推船 推船是不是 就相当于刚才 杜老师那个气球 把下面拦着给怎么样 摘了是不是 不相当这样 你向下吹空气 空气不把你推走了 是不是 聪明就是聪明 明白了吧 想起来是不是 跟火箭一样 跟火箭一样 是不是 这就相当火箭的发动机了 是不是 所以跟你说 你看 我到现在先去讲一个东西 力的作用是 不 力的基本概念是不是 力的基本概念 好 那咱们现在第一段时间 把力的基本概念 帮你讲完了 咱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 去 力的作用效果